长期关怀照顾家创儿的善目基金会 111年新火传爱经费募集活动 邀请爱心大使连于涵拍摄公益影片 号召民众支持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用爱拥抱家创儿 面对家庭暴力 冲突 失序 伤害 孩子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修复 拥抱 让孩子知道自己值得被爱 拥抱 给予受伤的心灵勇气 拥抱 在不安中 给予祝福 用爱拥抱家创儿 有你有我 邀请您支持善目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 时间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 我不一定有时间做义工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如果你没有时间像这边 我很常就是没事就会看一下 啊 这一季又有什么新的合作了 那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 我既可以就是捐款 然后我捐款之后又可以得到 善目的相关的这个小周边商品 对我来说当我撑着伞走在路上的时候 人家如果跟我说 这个是很漂亮在哪里买的 我说你听过善目基金会吗 就可以立刻告诉他 然后像我就是有雨伞啊 然后还有什么咖啡豆啊 就是他们相关合作的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大家如果现在都有用LINE的话呢 其实大家上LINE配找善目基金会 就是爱心捐款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捐款其实它是一个很日常 很举手之劳的事情 然后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点开你的LINE 找到爱心专具 找到善目的专具就可以了 善目在服务的过程中 发现超过五成以上的安置额 有发展迟缓 自闭忧郁精神观能症 透过挺挺搬新家绘本 希望帮助高照顾需求的家创额 从原生家庭离开 更容易理解进入善目家园的心情与处境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我不听话 所以要被带离开 社工告诉我 离开并不是我的错 只是家人需要时间练习 怎么照顾我 我也要学会照顾自己 所以我离开了 我觉得好紧张 不知道新地方的人 会不会喜欢我 我觉得好害怕 不知道新的地方 会不会跟以前一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接触了善目 所以就是刚好 就是开始对这一块 就是突然有看见 更看见 所以像我近期读的一本小说 叫奇迹面包店 其实它跟萍萍的故事很像 它也是在目睹了家暴之后 然后家人就是 怕它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会对她不好 所以就直接把她送回了外婆家 那即使是亲近的人 她可能也会觉得要转换生活环境 让她很不安 可是没想到她来到外婆家以后 她发现她的外婆 即使她这么不熟悉 可是外婆给她无条件的爱 然后她回到她妈妈小说生长的地方 她才发现她妈妈 跟她现在认识的妈妈差很多 她妈妈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很开朗很活泼的女性 可是进入到家庭以后 因为有一个家暴她的丈夫 所以小孩子在这样的精神压力成长之下 她的确也对人产生了不信任 她会觉得 我有办法直接获得爱吗 这些人跟我是陌生的 为什么她会给我爱 所以同步的看到这个绘本 就是会让我联想到这个小说 就是对我来说 无论是小说或是绘本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你要转换生活环境 甚至对我们大人来说 你要转换生活环境 重新去信任别人 然后长出你原本没有得到的东西 例如说爱或关心 这个东西是需要非常多时间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 无论是我们透过阅读 或是你身边有相关经历的人 我希望大家在面对家创儿的时候 都给予更多的耐心跟陪伴 让他们知道就是 人是可以无条件的被爱的 只是他们以前的经历 可能没有这个经历 但我们可以告诉他 这个世界上是有这样的爱存在的 其实这个疫情 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之一 就是人际的隔离 尤其是刚开始面对疫情的时候 面对疾病的未知 恐惧还有自我保护 隔离似乎就成了因应疫情的策略 其实对于我们的家创儿来说 隔离似乎也是他们选择的策略 当他们面到危机 面对伤害 隔离也是他们作为一个因应的方式 你看他们面对暴力伤害 面对对于生命的不理解 还有面对自身的脆弱性 他们只能把门关起来 把心关起来 但是我们善目相信 只有爱才能把门打开 把心打开 孩子从疗伤到复原的这个过程 需要很多的时间 也需要专业人力的投入 还有细致的服务 那而且是面对最近时代的变化 还有社会的变迁 其实我们的服务 我们庇护家园的工作 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与困难 其实要陪伴这一群高度创伤 经验的孩子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看到 透过我们善目的服务 这些孩子有了成长 有了改变 为此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其实我们从孩子身上 也得到很多 继续服务的力量与勇气 民众捐款满500元 可获得2023公益桌礼 以及兔年红包带 捐款满1600元 可获得知名插画家潘欣平 为善目创作的 新兴小羊迷你保温杯 及抗UV折散 邀请民众支持 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用爱守护家创儿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都不有需要 别אז啊 旅渡 诚 düş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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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